2022年Web547接获民众检举网络不断或违法内容共79件 其中涉及儿哨性剥削内容就有1820件占26% 平均一天就有5件儿哨性剥削检举案件 包括儿哨私密影像遭散布 贩售儿哨性剥削影像或是网路诱拐讯息等 台湾展翅协会秘书长陈毅林指出 私密影像散布平台广泛 不法人士会出测大量相似的网取以增加接触者 甚至有些人会公开儿哨个资作为宣传广告 要求付费成为VIP会员才能完整观赏 同一个被害人的一个影像 它可能会被散布在不同的平台上 可能包括社群包括网站包括免空等等 Web547也发现特定人士疑似刻意卫装成儿哨 在影音平台、社群网站、聊天室等表明要与儿哨交换私密照 或是以金钱3C产品诱拐儿哨发生性行为 甚至招募引诱儿哨办完陪聊打工 目前就读高三的黄佩琪表示 大多儿哨哨都是透过交友软体掉入陷阱 使用交友软体的原因除了因为现实生活中 没有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也出自对性的好奇 可能跟同财之间讨论大家也不会知道要怎么去开口 然后网路世界隔着荧幕似乎也给了我们一种保护网 就是我们好像可以尽情地去问我们想问的东西 因为他们要把实质的伤害到我 台湾展翅协会提醒 家长需要了解孩子的网路行为 青少年情感教育及性教育也是刻不容缓的议题 展翅协会多年来也跟台湾微软合作 利用科技方式减少被害人私密影像遭到散步 央广记者杨仁祥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